讓它裡面見光之後就會反轉 它只要抽出來看到以後 整朵抽出來看到以後就會開始反轉 反轉它就會慢慢往開始長長 長長以後那個葉片 紫色的葉片掉了以後 那個應該是叫做包片 包片掉了以後 那個果實只要掉一片果實就往回長 就會有兩次的轉 兩次的轉大概就360度的轉 所以有時候看看這些植物也是蠻奇特的 所以不一定是第七片 不一定 還有我們看到香蕉它是草本的 草本通常是小草對不對 它為什麼可以長這麼高 有沒有想過 它的心其實像這樣子 像我們的那個 雨傘這麼小而已 它的心 可是它外面每一層都是 那個葉 所以葉竅把它包覆著 讓它能夠站立起來 所以你會發現一片葉子的葉竅 只要撕下來 其實撕到後來 中間這個中間的心 才是它的 我們講的像樹幹 可是它是草本的也不叫樹幹 這是它的筋 對 通常有人拿來做香蕉 香蕉衣服 香蕉絲來做衣服 就是用葉竅 對 我們原作品也有 就是類似葉子殼的那種 畢馬 用它的纖維來做 而且是不能開過花的香蕉 對 比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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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找人家去工作 是找年輕力重的 還是找 我這種老花 錯過了